各位網友好,華基 今晚有一個直擊報道 我們剛剛看到一段影片 香港有一位梁先生 剛剛到達香港的機場 他坐飛機回來香港 下機的時候 泛民班人又在搞機場 又說去接機 那麼多人一起去接機 其實他們是夠膽做不夠膽拍 你明明是搞亂香港 你知道什麼是記憶 好了 我現在就想說 這位梁先生 你們看他 氣與軒昂 玉樹涼風 是斯文人 一出來 就說他們一群人在唱勝司 很斯文地跟他們說 你們可以靜一點嗎? 你們是沒有辦法的 然後就一下子 道理 你也知道 這群人 這群暴徒 道理不夠人說 就是一脆打到別人的臉 打完之後 當然出來給記者訪問 原來被人打不是最慘 問題就是被記者訪問慘 為什麼? 因為這群全部是黃絲 港獨的記者 有些人問我香港有沒有救 如果香港仍然是用這群記者 沒有救 我想說什麼呢? 這位梁先生 很斯文 很平靜 這樣說 敘述了 他被人打一件事 接著 他說一件事 就是 這些人在這裡 是不是代表了香港的民意 一小撮的人 接著有個記者 他就說 喂 多少人 香港有200萬人支持 那人就說 你有200萬 有500萬都沒有合作出來 那又是誰 接著就在這個數字上爭論 首先我要質疑這個記者 我說了幾次 你不要經常跟我說200萬 你200萬人 如果我們那天 正然在維園搞 我們那天有80萬 喂 200萬人由這個 再說多次 在維園那三條馬路 一路去到東涌 經過廣珠和大橋 去到澳門 再回到東涌 這裡有100公里 你才會有200萬人 你不要經常說200萬人 你會騙人的 你會騙人的 這位被人打的香港人 回到香港之後 他被黃絲港獨 就不斷質詢他 喂 這個被訪問者 正正被人打完 你們又跟人爭拗 多少人去抗議 是不是民意 什麼記者這麼差 你們都不專業 你們都不專業 什麼叫記者 你採訪一個人 你怎麼會跟那個人爭拗 另一件事 這次其一 不夠專業 第二 在那個人被人訪問後 他曾經說過 有一句聲音 香港很可恥 很心痛 接著記者又叫他講中文 喂 那邊在示威遊行 他說這裏是香港 請你講廣東話 那邊舉起美國旗 舉起英國旗 你不叫那些人 舉起香港旗 不叫他舉起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旗 那些人不叫他講廣東話 記者雙重標準 然後更好笑 喂 你做什麼 他們一群人都在 無地方可以進去 因為這個人 他走出來 氣雨天昂 理智氣壯 根本沒有位置進去 銅長鐵壁滴水不流 這些人想進去 這個人是否建制 這個人是否民建聯友 這個人是否 他們的反應 是想立即置諸這個人死地 人家做IT的 有名有姓 你就起我底 我一個旅客 我沒有政治立場 我現在落到飛機 我就覺得我無緣無故被人打 接著一群黃絲 港獨的記者 就來質疑我 喂 是否很大問題 現在香港的記者 你這樣搞 真是死感 我就想說另一件事 因為現在已經去到 這群暴徒已經是沒有地方搞 天天打算搞機場 首先 現在中國出了一份通告 國泰航空公司 因為有個機師是港獨的關係 對於飛行駕駛安全 去進入內地 是有一個影響 可能將國泰航空 全面停航 飛去中國 其實這也是一個 叫做政治的手段 或者行政的手段 其實現在呢 我們大家看到祖國 都是一直出引之援 不過呢 這群人呢 就天天想著 現在 我覺得這群人已經是沒有辦法 天天搞塌你機場 因為機場是最脆弱的 斷了你對外的交通樓 直接天天 一幾千人 就圍到你機場 癱瘓 停止機場 關閉機場 那你香港就死了 因為這群人 現在就是想香港死 即是你這群年輕人 麻煩你面對現實 你現在就是想香港死 你們全部是夠膽做不夠膽認 這些人說來接什麼飛機 你們全部都說謊 哪一個人來接飛機 你根本就是搞破壞 你夠膽做不夠膽 你直接應該有吉事 我們講毒的 我現在就來搞塌你香港 我現在就來癱瘓你機場 你吹嗎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就有吉事 你為什麼要說謊 哎呀 我來接飛機 笑死人 都沒有勇氣 又色情又暴力 每樣都做齊 經常跟人家說 喂 警員委任證 查我身份證 嘩 現在你的影片 只要有一個人拿著相機 不規矩 然後幾十秒衝過去 喂 不要走啊 你 立刻拿相機來 立刻拿手機來 先打你一鍋 先摘到你五花大榜 簡直是滿清十大號營 然後拿了你的手機 就審問你 什麼人 你現在就拍我的相片 嘩 這群人很惡道啊 喂 年輕人 看看你自己在做什麼 叫警察有沒有人來做 你這群人比警察 又去警察宿舍 搞人家的休班探餘 在街上 婦孺也好 阿伯也好 男男女也好 總而言之 見到你這群黑色三眼 超超 你快去打他 你這群人厲害 你什麼欺善嚇我 你這麼厲害 脫了口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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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啊 欺善怕我 你夠膽就脫了口罩他 不脫口罩他 不脫了口罩他 我告訴你 很靈人氣憤 你搞到香港死了 最離譜的是 有些人還支持這些學生 我從來都沒有寫過一篇文章 是批評 或者是對一個香港 逃犯條例的政治 有一個 寫過文章 我從來都沒有寫 我是寫一些 我自己的行業 投資 或者是一些 例如我們寫書 我從來都沒有寫過政治 但我今天 因為在一些群組裡 看到有些黃絲 港獨 或者有些很知名的 節目主持人 寫了一些文章 他們寫了很多理由 為何要支持這些學生 我們正常人 我自明正常人 看到根本是不堪入目 寫了大譜 然後我今天 我真的很忍不住 我今天用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寫了一大堆千次 一個香港政治風波 說對除錯 其實我用了很多時間 用了兩個多小時 我認識白韻琴 白韻琴 如果用他的速度 他應該不用半小時 寫完 我用了兩三個小時 因為白韻琴 有一次我做一些團 認識了白韻琴 她是殿堂級的文才人馬 她們寫歌快到離譜 因為有一次 我跟她坐飛機 見到她寫歌 寫得很快 我們致命 我們這些凡夫俗子 一屆武夫 老粗 我們根本寫東西很差 亦都很慢 我跟白韻琴 我看到她的文筆 但問題是 我為何要浪費時間 寫這篇文章 我看不慣 黃絲節目主持人 寫的文章 還支持學生 到今時今日 8月9日 你仍今時今日 還可以支持這些暴力的 暴徒的所作所為 我覺得很不明白 這叫盲撐 失了理智 今天都很怒氣 首先對不起 我不想太怒氣 不過 我見到那位梁先生 這樣被人打除 再被記者欺凌 我覺得 很差 好嗎 我們今天不說 多謝